花蓮县后备指挥部15号是在花蓮县政府大礼堂 办理了109下半年度 花蓮县动员暂中灾害三合一汇报 由副县长延新章主持 乡镇市公所等相关单位代表和民众与会 期盼强化军政平台的联系机制 与灾灾和天灾发生的时候 可以适度的运用辖区内的资源 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未经济花蓮县地区全民防卫及灾害防救能量 花蓮县后备指挥部协助花蓮县府办了109下半年 花蓮县动员暂中灾害三合一汇报 针对资源军事作战及灾灾抢救等议题推演 强化全民防卫动员工作与落实平时灾害防救整备 一年有两次的第一次汇报 三合一的汇报 大家都是很辛苦 都从而有经验 但是这个工作是要平常 一直在训练 训练的时候 真的要用舌后 谈后 前手 不管是横向 纵向的这个 这个联系 拨通 我们今天还有这个我们十二相论 十二相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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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我们最鼎翼的支持者 所以说我想各位平常做好一个训练 拨通协调 不管是在主动 积极 创新的这个处 我们都做得非常地好 能够能够前的特别的招待 好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 会议开始前也颁发新任委员聘书 包含民政处长林金虎 农业处长吴坤如等人 以及执行灾害防救有工基务单位 卢秀林商工所 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等 期盼未来在军政相互协调 居民相互沟通下 整合辖内军事 行政及民间单位能量 进进全民防卫动员工作 与落实平时灾害防救整备 记者长方烟华联士报导